Hello,大家好,我是莫可生 今天可惨了 今天骑摩托车出来 走了 一二十公里 前不着吃后不着店 轮胎给 爆了 轮胎爆了以后 好不容易找了个修理库 修电动车的 还没有我这种摩托轮胎 换不了 所以买摩托车还要注意 轮胎请你不要买这种异形胎 很难去配这种异形胎 我现在是 打着火 慢慢的推行 哈哈 感受一下他们徒步的 感觉 大家看一下 就这种12080 616的轮胎 哎呀挺难配 网上也很少卖的 这个麻烦 现在就这样 怠速 挂着二爪啊 慢慢往前走 我的头盔 就这样 啊 前面还有盘水 咋办呀 然后这个 电动车的修理师傅他也不太懂行 他把我的内胎给搅了 其实呢应该是 不管怎么样冲上气 还能跑断距离 还嫌麻烦 因为拆的时候 他就不好拆 搅了以后你就让刮上外拆 我不敢骑了 十几公里只能这样子慢慢的往回走 所以说我们摩托车 自驾游啊 一个是备胎是 比较重要的 自己要学会换胎补胎 当然那种真空胎啊 还好一些 还有那种 不动补胎的 我这种就比较麻烦 不挑轮的适合越野 但是确实出现这种情况以后 就比较麻烦 真的好辛苦 体会了他们一把那个 徒步的感觉 徒步这个活 可不是什么好活 尤其现在 这个天使 头几步 没真是汗 是瘦的 好吧 走吧 天降大任于私人 预先苦惜心智 劳其筋骨 热其体肤 灰汗如雨 灰汗如雨啊 太有内服了 这汗水啊 往这个眼睛里边一流啊 很难受 所以说这个天 出来徒步的话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 太辛苦了 我们只是出来的体验了一把 今天 14公里吧 再走了一半 已经这样子了 继续走 走了有10公里了 不行了 又可以卸甲了 我快虚脱了 哈哈哈 原先也走过这么远 出去玩的时候 走过20多公里 像是30公里 也没这样子 啊 这也不行了 这也 千万不要搞徒步 会搞死人的 这会儿还好一些了 这会儿还好一些了 有些这个树荫 走起来不是那么狼狈了 哇刚才太阳底下 走那几公里 刚才碰见一个 老人家 他看我的车没气了 我有带着气管了呢 你打打气 哎呀不行啊 连那台都没有 打什么气啊 不过还要谢谢他 就是这样子 又可以谢谢啊 今天在那里 我车累了半天 所以说晚上就 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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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啤酒 吃了两个小串 麻生毛豆 这是 山东锦丹的特色 嗯 好 好 可以了 我是比较喜欢吃的 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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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有机会试试这个 对哪家的 有很多 大朋友都要好吃 那么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见